中联办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同关心近期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周伟随时应特区政府请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连续多日每日有过百宗确诊 中联办发言人说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疫情和同胞的健康安全 疫情发生以来协调大批口罩和防疫物资来说 缓解香港的延微之急 在本港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口 中央明确支持香港提高核酸检测能力 协助建设方仓医院等 特区有需要会在医用物资、医疗设施设备等提供大力援助 但正当香港市民期盼在中央政府帮助下 迅速从源头上阻的疫情传播之时 有少数人致广大市民生命安危不顾 抛出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 包括质疑相关做法不合乎本港法例和专业守则 内地医护人员无法用英文沟通等 对内地同业充满傲慢和偏见 有人也罔顾香港医疗体系和前线医活人员承受的巨大压力 方称内地医疗团队会将港人的基因样本送到内地 内地机构的诊断中心可能播易 毫无底线的造谣构陷明显有政治图谋 发言人强调救人如救火 中央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疫情发展 和特区政府保持紧密沟通 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希望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领导下 社会同心抗疫打人疫情防控追击战 无线电视机枣黄线河报道